接吻是情侣间很美好的一种情感表达 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女人往往需要从男人的纹理 找到自己被疼爱、被需要的甜蜜 而男人也需要从女人的纹理 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接吻还会带来很多好处 据研究显示 接吻的时候 会调动身上219块肌肉 接吻一分钟消耗的能量 相当于游泳5分钟的运动量 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而且接吻能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免疫力 降低胆固醇 美容养颜等等 不过怎么接吻很重要 高情商的男人在和女人接吻时 会做这四件事 女人会更加爱你 第一件事 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要有清新的口气 接吻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如果说这件事情变得恶心 那就是口臭 男人一定要记住 接吻时照顾女人的感受 提前做好准备 或者减少内热 或者使用产品来消除口臭 如果你全身散发着清新的气息 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散发着清香的爱的气息 那么女人一定会最爱你 第二件事 说情话 接吻是爱的表达 情话也一样是爱的表达 在接吻的过程中 男人要学会打破沉默 要见缝插针地说情话 对她说我爱你 我好想你之类的 不要担心女人会觉得你虚伪 会怪你打破这种无言的美丽 事实上 当你说了情话之后 她不仅不会生气 反而会爱你如命 第三件事 要紧紧地抱着女人 两个人接吻 抱得越紧越用力 女人会越开心 哪怕她嘴上会说着你勒倒她了 让她喘不过气来了 但她的心里一定是很开心的 嘴角也是挂着微笑的 在这个时候 男人如果还会把她抱起来 对她来说 更像是公主抱的一种表现 更能让她感觉到你的力量和爱 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和安全感 她不仅不会生气 反而会爱你如命 第四件事 男人不妨在身尾之后 再意犹为尽地亲她一下 不要以为女人会觉得你是多此一举 会觉得你真是太贪心了 刚刚身尾了 还要再亲一下会生气 事实上 这其实叫做爱的延续 反而会让她爱你如命 至少会给女人一种直观的感觉 你不是那种吃干抹净 转身就走的人 在欲望的源头上 这就是深爱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期待您的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